水小了 水小了 大车过 不是你讲开门 你开不门了 杨华明跑了11年的大车 尽管经验丰富 但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心里难免焦躁 杨华明后车运输的 是一根超重的桥梁钢垢 不同于往常的运输 这次的任务比较特殊 按照规定 特殊超载货物 得有特殊通行证 老杨在高速路口 安置好货物 等待证件下来的通知 趁着这个间隙 回合肺老家看看孩子 老杨推着刚满两周岁的双胞胎女儿 脸上挂满了笑容 他自豪的告诉记者 13个月的时候 就会叫爸爸妈妈了 作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老杨的心里不怎么踏实 不过好在 很快就接到了电话 大建证已经下来了 大建证 全称超线运输车辆通行证 是国家允许 合法运送超线货物的许可证 第一次办这样的证件 手续流程都不太熟悉 但是老杨心里明白 这事情必须得等 等到大建证下来的时候 刻不容缓 老杨告别了家人 敢去与搭档碰头 与小型车不同的是 大货车 出货前的准备工作 繁琐细致 云贵川高速上 很多下坡路 所以制动系统 一点也不能出岔所 每到一个大坡 老杨都要给刹车加一丝水 一旦连续下坡 刹车非常容易 因为高温而失灵 老杨和搭档都不敢怠慢 细心的检查卡车的每一处 大灯亮起 意味着 这次行程即将开始 安徽合肥到云南原江 总路程2200多公里 按照老杨以往的速度 两三天就能到达 但是 这次任务特殊 老杨保守估算了下 日夜间城 也需要四五天的时间 为了给老杨有个照应 公司 让另一辆大车 与他一起同行 两辆车 都是第一次运送大街 大家心里都没底 第一天出车 由于没有经验 走得匆忙 把大建镇上的实际重量 写成了56.5吨 而实际称重 是57.5吨 重量不对 意味着这辆车 不能享受大建镇 带来的优惠 尽管规定严格 但是老杨和同行的司机 依然一丝不苟 这次运送的货物 非常特殊 他们是两根 无法拆翻的桥梁上的前竿 未来将被装在 连接云南 通往老沃的铁路上 他们被运打的那一刻 意味着桥梁 正式开始合了 第三天 老杨和同行的伙伴 已经到了湖南张家界 风景美丽 但却没有时间欣赏 老杨和伙伴 只想快点 把货物送到目的地 到了第四天 山路逐渐变多 车速也放慢响了 为了更好的集中精力 老杨和搭档 轮流交替驾驶 老杨在车上 坦着上次的生死经历 从云南回贵州的路上 因为连续的高山陡风 让十几年驾车经验的老杨 也忧心忡忡 特别是这一次 运输的是超载货物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服务区 到了晚上 众人不敢走夜路 再三商量下 决定第二天六点出发 天还没有亮 老杨就起了个大早 这是路程的最后一天 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 前西南 是司机心里最大的危惧 这里有无数的高山陡坡 弯道岔路 特别是一些危险路段 一不小心就会让卡车失控 老杨进入云南山区 天气变得复杂起来 手机信号也开始时段时区 越接近目的地 路就越难走 即便是搭档开车的时候 老杨也小心地盯着前方 他们即将面对很多个长下坡 老杨和搭档再次检查车况 确认一切正常后 老杨亲自开车 到了通建高速路的长下坡 黄色路排不断提醒司机 前方是长下坡 连续下了三个下坡后 刹车开始变得重了起来 等到下坡下到一半的时候 老杨发现 刹车彻底出了问题 刹车已经刹不住了 淋水器里的水越来越小 刹车系统的摩擦力也越来越小 尽管老杨通过挂低档来减速 可是还是刹不住车 车速根本降不下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 老杨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冷静 终于 在开到救助杂道的时候 老杨的大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这段通海是建水方向的长下坡路段 全程18.47公里 高差667米 弯多坡等 路况极其复杂 是这一路上最危险的路段 所以在弯道 大多设有救助杂道 供那些失控车辆自救 过热的轮胎可能会发生爆炸 老杨用水浇在轮骨上 随着冷热交替 轮骨开始冒烟 对于刚才的惊心动魄 老杨表示心有欲悸 说一下你们刚才忘了 我都没干过说话了 已经刹不住了 我刚才在那个地方就停了 停不住了 这个停不住很危险的 因为它这么重 可能窝下来断 这个铺很陡的18公里 经过检查 老杨发现 问题出赛 给刹车片降温的电子阀门坏了 刹车因高温而失灵 因为没有合适的修理工具 老杨只能手动调整刹车 经过一番休整 终于能再次上路 此时距离目的地 还有170多公里 经过一路的颠簸 半夜12点 老杨和伙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等待明早交火 老杨和搭档累了一天 终于能吃上了 尽管一路上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但他还是对刚才的突发情况 心有欲击 人真是说实话 在求生的时候那种感觉 真的不可想象 我那个心 心一下子跳出来了 如果没有那个病情的吃断 可有说是吃回人亡吗 哎呀我真的吓死了 老杨跟家里通了电话 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 老婆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挺累的 为了不让他担心 都给他最好的消息 老杨出发后的第六条 货物顺利交集 老杨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原江特达桥 是中老铁路上重要的一环 其主桥墩高达154米 为世界同类桥梁最高墩 在铁路建成后 昆明至老窝万象 有望实现 西发昭智 老杨看到桥梁后 开心的和女儿通电话 他也为制作桥梁的建造 提供了重要的一环 这部纪录片 电抹火影路第一集结束了 老杨代表的 只是卡车司机的少部分 他们会接到来自国家的特殊任务 光荣而兼具 路途虽艰辛 但是荣誉也十分沉重 如果你喜欢这部纪录片 请在下方留言 后续会更新第二集 我是只给你带来高峰好电影的大头 咱们下期再见